白宮新人發言人麥肯阿尼 在一號首度主持的會議上 指批WHO可惡 說明台灣早在12月底 市井病毒會人傳人 不過世衛卻沒有公布消息 還頻頻附和中共的說辭 WHO appears have a very clear China bias I mean you look at this timeline and it's really damning for the WHO and you consider the fact that on December 31st you had Taiwanese officials warning about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 The WHO did not make that public 美國國務院國際組織事務局 則在推特上發起了一串推文挺台灣的運動 內容提到難道2300萬台灣人民 現在的健康沒有2017年以前重要 或者中共是因為台灣選民 能夠自由選擇領導人 所以懲罰他們 反奉中共在2017年後 開始阻止台灣參與WHO 並都附上Treat for Taiwan的標籤 美國官員國會議員紛紛響應 包括議員麥考爾 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名義發聲 以及議員盧比歐 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代理署長巴薩等人 都支持台灣國際參與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隨機響應 並批評聯合國排除台灣 不僅有入台灣人民 更詆毀了聯合國自身的原則 美國常駐東協代表團也推文挺台 還附上中華民國國際符號 新唐人亞特電視唐傑安整理報導 謝謝大家